非常感谢主今天早晨是一个福音信的聚会 这是我们福音祭的特别聚会 福音祭顾名思义就是要讲到福音的内容 我们九十十一十二四个月 每一个月有两个礼拜是专门讲福音的 那在基督的信仰当中最重要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到底什么是福音的最主要内容呢 今天我们要从一个病人得着痊愈的过程 来看基督福音的好消息是怎么样的临到一个人 而有需要福音的人像你像我是如何的可以得着这一个福音呢 请我们打开讲义的背面有经文 我们今天要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四节 我们今天只看这一段的圣经 所以很方便你拿出讲义出来背面就有经文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 当念的时候呢我来念丹数节 请诸位念双数节 我们要把这个故事圣经的记载来读一遍 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 这世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里面躺着瞎眼的且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谁动 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 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那人立刻痊愈拿起路子来走了 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路子走吧 但一好的人不知道是谁 因为那里的人多 耶稣已经躲开了 今天我们就是看这一段的圣经 从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要来看基督福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在讲义里面我们提到 病人最强的期望是什么呢 那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 是提到一个有病的人 他怎么样得到医治 照圣经说这个有病的病人 他躺在第四大池子的旁边 那第四大池子是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的地方 第四大池子旁边有五个篮子 原来起初是供给人休息用的 现在里面挤满了病人 为什么呢 那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不好 第一条第四节我们来看为什么这样 第一条第四节我们一起来都预备 请 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旗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 基本来话叫必师大 旁边有五个篮子 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 等候水洞 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 搅动纳水 水洞之后谁先下去 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 圣经在那边提到当时的一个特别得医治的地方 就是必师大池子 必师大池子的意思就是怜悯之家 必师大是希伯来文 它的意思翻成我们中文就是怜悯之家 连来在耶路撒冷类里有一个传说 传说什么呢 说必师大池子是一个医治的地方 必师大池子坐落在一个水泉的上面 每隔一段时间地下泉水就涌流出来 因此必师大池子的水就会搅动 相传当必师大池子水搅动的时候 只要有人是第一个下到池子里面去 他就得着医治 所以这个名声就传开了 在犹大利这个地方有人传说 是天使下池子搅动那个水 那个水就带着医治的果效 可以让人得着痊愈 也因为这个缘故 就有许许多多害各样病症 没有办法得着治疗 或者久病不遇的人都挤到那边去 他们聚集在必师大池子旁边 他旁边的五个篮子里面都是病人 做什么呢 等候水动 随时不受动 他们就赶快下到池子里面去 谁是第一个下去的 谁就得到医治 圣经这边说里面就有虾眼的 瘸腿的 血气枯干的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个传说 我们会觉得好迷信啊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 在2000年前有这样子的迷信 请问正常不正常 非常正常的 当然很正常 因为当时医疗不进步 2000年前了 2000年前了 很多病找不到原因 即使不是疾病 就像瞎眼的瘸腿的不是疾病 我们也想说怎么会这样呢 那当时很多的病查不出原因的 现在知道小儿麻痹 2000年前知道什么叫小儿麻痹吗 根本不知道的 突然那个小孩子生病 发烧 怎么腿就瘸了 怎么小 越来越说越小呢 这病哪里来的呢 很多病找不到原因的 所以当时很多人 就对于这个疾病是非常害怕 在当时没有办法 透过医疗而得到完全痊愈的疾病 很多很多 因此如果有人传说 某个地方的水能够使病人得到医治 或者某个方式能满有残疾的人 得到痊愈 我想许多病人跑到那边去 是很合理的 你们说对不对 你们说对不对 当然是这样子啊 即便是现在21世纪 我们仍然看到有许多的病 是医生述手无策的 或是在现代医疗科技上 无法治疗的疾病 因为医生没办法治好 病人却对这样子的病 希望得到痊愈 有很大的希望 这就产生了很多 令医生不敢苟同的治疗方式出现 不是这样吗 现在有很多很多癌症末期的病患 他们用各种民俗的咬法 相信祖传秘方 千奇百怪 无所必有的方式都拿来做医疗用 请问现在多不多 前两天我们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四个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教会某某人又 我又听到某某人有cancer 有癌症 结果我讲的时候本来很难过的 结果我女儿说一句话 她说这一种了不起 她说四分之一 每一个人四分之一 所以四个里面有一个 这是很正常的 她就告诉我说 一二三四我们四个里面有一个会得到癌症 就是这样子 可是得癌症之后 我们就说 哎呀没有问题 医生会治好我吗 不一定吧 很多的病我们也没有办法的 我们医生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就相信祖传秘方 可是我不相信 那是因为你还没得到这个病 你相信我 等你真的得到这个病 医生宣布你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也相信祖传秘方了 无所不用 无所不有奇怪的方式都出来了 从痊愈 想要痊愈的角度来讲 这样是很可以理解的 反正医生已经束手无策了 如果有一个人可以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我至少死马当活马医 对不对 医生也不会更糟 反正医生说我已经不行了 说不定碰到奇迹啊 说不定碰到希望啊 所以有人喝尿啊 我没有喝过尿 我不知道好不好 我也不敢说不好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不知道啊 一定有人喝到好 他才会传嘛 是不是 所以我相信 毕斯大池子可能曾经有人好过 那一定有这种状况的 只不过 到底他的好 是不是真的是毕斯大池子的功劳 我们就不知道了 说不定有一个人他病得很重 突然看到水冻 他就下去 后来他起来 他就好了 慢慢慢慢就好了 他就说是毕斯大池子让我好了 请问这种事情 合理不合理 当然合理啊 不然怎么会有人传说喝尿会好呢 我真的相信一定有人因为喝尿之后慢慢变好 到底是不是尿的疗效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有这种现象嘛 不然他无聊啊 所以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有人吃奇怪的虫子 有的人排打全身 有的人固定做一个运动 那如果你早上到大安森林公园去 你就看到有人在那边运动 运动的那种姿势之奇怪啊 动作之不可思议啊 他们就是这样身体会好啊 大家都这样相信啊 毕斯大池就是这种作用 因此有许多人跑到毕斯大池子旁边 他们的想法是不等还不能 说不定真的有天使下到池子里面 搅动池水 我只要第一个下去 我就可以得到医治 强顾医生告诉我 我这个病绝对没有希望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了解 所以病人最强的期望是什么呢 就是痊愈 或者得医治 如果你曾经生过重病 或者你曾经慢性长期的 必须疗养的病 或者你曾经得过癌症 我相信你能够体会毕斯大池子 我两三年前 不太记得 是去年还前年 出国的时候就发现我 手指头脚指头会麻痹 就是会会麻 头一低下来下半身就麻 一抬起来就好了 头一低下来下半身就麻 后来看很多的医生 后来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神经内科的医生 他就看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他就看我 看我之后 他说有几个可能性就跟我写下来 他说你试试看 他说我们从最简单的治疗方式着手 如果好了 那就是那个毛病 如果不是我们就再测更难的 他说最好不要做侵入性的检查 如果能够做侵入性的检查 看这个状况能够好就好了 后来他就告诉我说 叫我打一种维他命 维他命B12 我说我常常吃维他命B12啊 他说你常吃 他就告诉我 问我剂量 我就跟他讲了 他说照理说 那吃就不会这样啊 他说不过 他说不过 他说在我们的研究里面 有些人吃维他命B12是不吸收的 他都要用打的 打针的 后来他就开一个处方给我 以后我就开始打维他命B12 我自己打针了 我就是把针插进去 就打就好了 这种的奇怪 糖尿病人不都自己打针吗 对不对 我就自己打针了 那医生开个处方给我 我就自己做这个事情 我打到现在 我几天就打一次 几天就打一次 医生告诉我说没有关系的 一段时间之后 你再来问问我 看还需不需要打 如果你是一个慢性病患 如果你是一个重症病人 医生教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啊 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还假的 那当然是真的啦 他是很有名的医生 讲出来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的 神经内科的医生 他叫我这样做 我就这样做啊 因为我没有办法啊 我希望得全愈啊 你就能够了解 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 等待B123的旁边 当我们或者我们的家人 医生宣布他们的疾病是 全愈不高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直想尽办法得到痊愈吗 我相信几年前我父亲肺炎开刀以后 就去照那个那个 放射性治疗 放射性治疗我们一方面照 我们一方面就到处打听 是不是有什么对肺癌很好的药 因为它已经有点扩散 已经有点扩散 所以无论是中药 无论是西药 无论是自然疗法 无论是蔬菜疗法 无论是免费的 或者是高到我们负不起的 只要曾经对某人有效过 我们就想尽办法 去弄到那个药 我们当时是不知道多少药 有一些讲起来是不可思议 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 可是当时 我们可不这样认为 只要有希望我们就做 但现在这个医疗非常进步的时代 我们都还如此 想想看 两千年前的巴勒斯坦 那里有一个第四大池子 合理不合理 非常的合理 非常的合理 那我们来看 巴勒斯什么事呢 第五到第七节 我们来读五到七节 五到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啊 看这个人怎么了 预备 请 在那里有一个人 病了三十八年 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 就问他说 你要痊愈吗 病人回答说 先生水冻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 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人 他躺着 圣经上说 他病了三十八年 我们不知道他生什么病 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样的病法 不知道他有什么病痛 可能是瘫痪 因为从上下文 我们这里看 他可能是瘫痪 也就是圣经上这边讲的 血气枯干的 血气枯干 他可能是瘫痪 他的病显然非常严重 而且痊愈的可能性很低 因为已经三十八年了 因为已经三十八年了 病脱的越久 痊愈的机会就越小 一定是这样子的 如果可以跑就好了 他躺在那个地方了多少年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他病了三十八年 不过 从他对耶稣的 他对耶稣的对话 我们看出他非常的可怜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问他说 你要痊愈吗 他回答说 水冻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他不是说 没有人扶我进到池子里 有没有差别 放到池子里 表示他可能是用搬的 对不对 所以可能这个人 连走都不会走 可能连这个人 扶着他架着他 他都没有办法 一个人把他放进去 他说 我正气的时候 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从他的描述 我们发现 他的行动非常不方便 他需要有人帮他的忙 把他放到池子里面去 如果没有人帮他 他就下不去 或者他需要花很多的力气 可是等到他下去的时候呢 别人通常已经比他先下去了 所以他等在 必是他池子的旁边 很长一段时间 他一直都没有机会 下到池子里面去 你会觉得说 很奇怪 他家人在哪里啊 他的家人在哪里呢 可能 他的家人 起先有陪他 可是他坚持在这边 他的家人 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为什么还在这边呢 你看到多少人痊愈呢 可能是没有太大希望了 家人就走了 所以没有很多人照顾他 也可能在这边的人 都是没有希望的人 所以他们家人 并不会在这边陪他们的 对他们而言 他们感到孤单 对他们而言 除了其他的病友之外 可能已经没有这么多的家人 在这边陪他们了 我们也甚至不知道 必是大事实多久水会冻一次 我们不知道 但看起来显然不是常常冻 对不对 如果常常冻 又真的有疗效 人会越来越少嘛 对不对 可是人这么多 怎么越来越多呢 因为可能水冻的机会不多啊 他们这些病人在一起 虽然同病相连 可是我们也发生 发现另外一件事情 他们彼此有竞争性 对不对 他们彼此有竞争性 因为他们希望水冻了之后 一定要第一个先下去 第一个先下去 在这边我们看到 这38年病人的无奈 他速度没有别人快 我们看到这38年病人的无助 因为没有别人可以帮助他们 我们发现 他在这边这么久以后 甚至对别人的关心 都产生了排斥 别人的关心 他产生了排斥 所以当耶稣问他说 你想痊愈吗 他心里可能很想痊愈 可是他已经不愿意正面回答耶稣 他不愿意正面回答 他本来出个难题给耶稣 他怎么说呢 他说你 耶稣说你要痊愈吗 他说什么 你问我说我要不要痊愈 那你不是说风凉话吗 你没看到我吗 我躺在这边了 我根本没有办法 你还问我说我要痊愈吗 我当然是要痊愈 我才在这边嘛 你问这个话 太不合理了吧 所以他才会说 先生 水冻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这么去的时候 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他意思好像说 那你愿意来帮我的忙吗 那如果你要我痊愈 你坐在这边等嘛 水冻的时候 你把我放到水里面去啊 你问我要不要痊愈 难道你有别的办法吗 你没看到我在这里躺着 我当然是要痊愈啊 所以他没有正面回答耶稣 并没有表示他不要 我们从他的话 我们更确定 他是希望得到医治的 只是他没有办法得到医治 那一个人在疾病当中 不希望得到医治的 我也不要叫你举手 没有人的 没有人的 我们家里有一个弟兄 他一直胃很不舒服 胃很不舒服 后来我就问他 他胃怎么样不舒服 他讲一讲 我就说 我说我也是这个毛病 以前 我说我后来好了 后来好了 他问我好的感觉是什么 我说好的感觉 就是没有感觉到有胃了 你可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如果你听不懂 你就是没有胃病 如果你听了就说 我懂你在讲什么 这叫做病有 听得懂吧 因为你不舒服 在讲什么 我告诉你 胃病的人一直觉得自己有胃 等到胃病好了以后 就觉得自己没有胃 就觉得没有胃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跟你讲 我说 那你检查结果怎么样 他说医生告诉我 说我里面有螺旋感菌 我说太好了 我说我以前也是这样 我十二次惭愧痒的时候 医生说我有螺旋感菌 查出来我有 我病了很多年后 他才说 不然有天他告诉我 他说 他说李先生 他说现在有一种 治疗的方式是新的 很多年很多年前了 他说我在你的胃镜里面 在你的胃里面 拿个东西出来 化验 那说不定可以有 有办法治疗哦 我说好吧 就为了个缘故 就做一次胃镜 做一次他就 发了个东西出来 后来检验报告出来 他就跟我说 李先生恭喜你 他说因为你的胃里面 他说你的十二次肠 有螺旋感菌 我说这最好呢 他说如果是这个缘故的话 那我们就杀菌 杀完了菌 说不定你就不会有胃溃疡 十二次肠溃疡了 因为过去相传 我不知道 我不是医生 以前都说十二次肠溃疡 是压力造成的 所以我们这种压力特别大 就是十二次肠溃疡 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样 有的人是有的人不是 他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只要螺旋感菌没了 他就不会有潰疡了 结果我就跑去治疗 他真的给我吃药 真的就好了 完全好了 完全好了 压力一样大 比以前还更大 就不用吃这场溃疡 要到病除 不是命除 我讲清楚一点 要到病除 后来我就跟他讲 他就问他这么好 所以他能够体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病人他不是不要得医治 他乃是已经失望了 三十八年过去 他是要全力 可是他没有办法 所以毕师大持 这是他唯一的希望 是他唯一最后的办法 他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问我要全力吗 我当然要全力啊 我自己无能为力 又没有人帮助我 谁可以帮助我呢 你知道我在这场多少年吗 这是这个病人的反应 对于一个久病多年的病人 有这样子的反应跟回答 我请问你 你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理解 能理解的 能理解的 我能理解 是因为几年前 我们教会在这边 举办了一个 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的聚会 那天我们请了台大的 精神科的主任 还有一个精神科的医师 一个肿瘤科的医师 还请了一个病友 来献身说 我们教会一个姐妹 我们教会的那个姐妹 是在严正的末期 末期 事实上她参加完那个聚会之后 过不久她就过世了 因为她来都很痛苦 她跟我到来的前几个小时 她说她出不来 她戴着个帽子 她全身包得紧紧的 然后就送到这边来 她就说她随时会吐 然后她就说让我们 我们把她的椅子都弄成 很多的那个垫子固定在那个地方 因为她瘦的骨头都会痛 都会痛啊 已经瘦的不了 她在我们当中 她现身说法 那那天她的主题 就是我们要她讲的那一段是 让她讲说 怎样关怀临终的病人 那我那天 我坐在台上 我听她讲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她说你们不要怪重病 或者是炎症莫及的人脾气不好 她说我们的脾气是不可能好的 因为对你们而言 一分钟很短 可是对我们而言 对我们在痛 病痛当中的人而言 一分钟可以是你们的好几年 她说那种难过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她说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请人家帮我们倒水 这是她举的例子 不是我举的例子 她说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请人家帮我们倒水 他们动作慢一点 我们就会生气 她说她曾经把 她母亲倒给她的水 丢在地上不喝 为什么这样呢 她说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不能多体谅我们一点点 她说我们痛得要死 我们想喝水 她说我告诉你们 我们不想麻烦别人 但是我们自己没办法拿水 所以才请你们帮我们拿水 我们是渴到不行了 我们才跟你说请帮我拿水 她说我们对你们有愧疚 因为我们的疾病 害你们必须服侍我们 所以我们如果想去上厕所 没办法上厕所 我们一定忍到最后 膀胱都不行了 才说带我去上厕所吧 她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久病的病人 我们内心的感觉是什么 她说如果我们有办法 我们就不要麻烦你 她说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你们能帮我拿一个水都卖吞吞的呢 那一次讲完之后 我突然感觉到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病人 我们不能体会他们 我们不能了解他们 我们不知道知道他们为什么脾气那么不好 那天我在台下参加这个局 我突然感觉我们对于握病在床的人 可能要加倍又加倍地去体谅他们 要有耐心 因为他们真的很难过 他们也不想麻烦家人 却又不得不麻烦 他们一方面内心有愧疚 一方面又希望 又必须得到帮助才可以得到解决 那一天那个38年的病人就是如此 他已经对自己的痊愈几乎没有希望了 他不敢离开那个地方 他几乎没有希望 那是他唯一的希望 所以当他回答耶稣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的回答当中 心中带着很多的不满 以至于语气 语气很强烈 很强烈 从这边我们都看到 这个病人最强的期望 就是得到医治 他可以为了医治 丢脸 躺在那个地方 他可以为了医治 求别人帮他的忙 他可以为了医治 跟其他的病人挤在一起 他可以为了要得医治 跟他家人分开来 他只要得医治就好了 如果你有一个病 从你身上拿不掉 你一定希望得到医治 你一定想说 只要医治 我什么都好 病就是这样 病在我们身上 就是有这种诠释 有这种力量抓住我们 我们看第二点 从这段的圣经 我们发现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要思想 对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病人一直希望得到痊愈 他为了痊愈 他可以在一个几乎不可能的 情况跟环境之下 长期等候在 毕斯大辞职的旁边 那只不过是个传说 那只不过是传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 曾经亲眼看过 有一根从那边好起来 万一有机会在水冻的时候 他心里想 我可以下到水里面去 那么我可能就有得到 医治的机会 所以毕斯大辞职 他唯一的希望 他困在毕斯大辞职的旁边 他想离开 又无法离开 那到底这个人为什么生病呢 我们读第十四节 十四节我们来看 这个人为什么生病呢 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请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 好在这段圣经里面 耶稣很清楚的告诉他 他的病是从罪来的 他的病从罪来的 从圣经来看 病不一定是从罪来的 请你听清楚 从圣经上来看 病不一定是从罪来的 有的时候病是我们自己 没有好好照顾 我们自己身体所造成的 不要怪别人 有的时候 从科学上 从医学上 我们也已经知道了 很多时候是环境不良 所造成疾病的 有些时候是病菌 所造成的疾病 也有可能是我们不正当的使用 我们的身体而引起病痛 当圣经上说到疾病的时候 并没有提到罪 是疾病的唯一原因 我再讲一遍 因为有的人讲错了 因为有的人传错了 因为很多人以为罪 病一定是罪来的 不是 圣经上说到疾病的时候 并没有提到罪 是疾病的唯一原因 但圣经有说 有些病是罪而来的 这个人是如此 这个人是如此 当然从人类的历史来看 我们可以说 如果不是亚当夏娃犯罪 那么人类就不会有疾病跟死亡 我们可以这样说 事实上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病的原因 是因为人犯了罪 是因为人类犯罪 这是说的过去的 但是个别的人生病 你生病 我生病 却不因为一定是他犯了罪 一个犯罪的人的结果 也不一定是用疾病来表现 我这样讲清楚吗 有的时候我怀疑我讲的东西 清楚不清楚 所以我问你们这个问题 不是说你们的理解力不够 是我的表达能力 我有点怀疑 病有的时候会造成疾病 罪有的时候会造成疾病 可是病不一定是罪来的 每一个人总体人类的疾病 是从亚当夏娃人类犯罪来的 可是个别人的疾病 却不是如此 好 这里提到罪了 这里提到罪了 那到底什么是罪呢 圣经上所说的罪 跟我们传统中国人 中国文化对罪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文 我们在语言对于罪这个字 跟希腊 希伯来思想 圣经里面所说的罪 是不一样的 他们所谓的罪 或者圣经所说的罪 是指得罪了自真 自善自美的神 当他们用这个字罪的时候 是得罪了自真 自善自美的神 所以对他们来讲 对圣经来说 罪不只是杀人放火 偷盗奸淫抢劫 罪其实是从内心的深处 所发出来的不善 罪是什么 从生意来看 罪是从内心的深处 所发出来的不善 不好 至于我们中国人的罪 是比较形而下的 中国人的罪 是指发展到外面的恶行 至于内心的生命当中 隐含所不为人知的 中国人用另外的字去表达 可能是用过 过犯的过 过 君子之过 日月之时的那个过 或者是恶 邪恶的恶 中国人用过跟恶 来形容 圣经上讲的罪 圣经上讲的罪 包含中国人的罪 过 恶 等等的 那今天我们不是要分辨 分析罪的形态 不是不是 不过从有神的角度来看 罪的定义绝对就不会在表面上 人所看到这么简单 无论哪一种宗教 都认为 都承认 罪是内心的行为 罪是内心的表现 而不是外在的行为 如果我们把我们内心心里面的话 红通讲给别人听 说我想这样 我想那样 我相信我会觉得不舒服 我们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不敢讲出来 我们把我们所想的 我们所想做的都告诉别人 或者我们私下没有人看到的 我们做的那些事情都告诉别人 我们就是没面子 我们会怕人知道我们的意念 怕人知道我们的想法 怕有人嘲笑我们 这就是罪 圣经所说的罪 圣经所说的罪 中国文化当中 也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 就是羞耻 你一脸耻的耻 耻丢脸 对于罪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免疫力 所谓免疫力就是我可以不要犯 我们当中那个免疫力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照刚才那样讲起来 嫉妒就是罪 对不对 恨父母是罪 专顾自己是罪 贪爱钱财是罪 而罪 最大的罪 就是自意 自意 自以为意 觉得自己 觉得自己只有我是罪的 所以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 这个是罪 因为你得罪了上帝 因为只有上帝是全部的对 你要跟他同等吗 这就是罪 还有一个罪是很大的 是最大的罪 就是骄傲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你怎么想不通呢 这么笨 只有我明白 C.S. Lewis说 说人类最大的罪 就是骄傲 骄傲是最后一个 离开人身体的罪 人死了15分钟 骄傲才离开他 我们没办法 比骄傲 很奇怪 连比别人软弱都可以骄傲 你听过吗 我比你更软弱 比别人好会骄傲 比别人会会骄傲 为什么都会骄傲 我常常说 很多人不相信的 比别人会祷告 都骄傲的 真的 比别人会敬拜神 都骄傲的 你说人之 是不是 是不是 该下18层地狱 到底是会敬拜神 会祷告 会感恩 会多读圣经 这是好事 对不对 可是你说 圣经这么不熟 连念都会念错 我都不会 你看到没有 所以罪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没有办法免疫 对于罪 一点办法也没有 其实在这边 圣经要表达的一个主要的思想 是 罪跟这个病 从许多的角度来说 看起来是一样的 这个记载 其实要说明的 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罪跟病 有相同的地方 这个人病了38年 是因为罪的缘故 这个人 我们可能不是 但是这个人病了38年 说是罪的缘故 我们不知道 是什么罪 让他病了38年 但是这里 依稀表达出 无法医治的病 跟无法医治的罪 产生一样的状态 无法医治的病 跟无法医治的罪是一样的 我们对罪无能为力 我们不想 做不对的事情 我们内心也不想做 可是控制不了自己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不敢点头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 你有没有想说 我不要再恨人了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那然后呢 继续恨下去 对不对 说我不要再嫉妒别人了 请问 没有嫉妒过别人了 请举手 你们是不敢举手 还是真的没有啊 我问你 嫉妒舒服不舒服 非常不舒服 别人比我好 对不对 你说我不要嫉妒了 然后你就说 我嫉妒了 这么简单 你有没有恨过人 没有啊 恨过人 有吧 你恨人的时候 恨得 恨不得咬他一口 有没有 我问你 是谁被咬了 自己被咬了 请问恨人 跟被恨的人 哪一个比较倒霉 对不对 因为被恨的人 可能根本都不知道啊 对不对 我不是他恨我 你知道吗 我不是他讨厌我 所以讨厌别人的人 恨别人的人 比那个被讨厌的人 被恨的人还可怜 因为被恨的人不知道 可是你说哎呀 我不要恨了 然后他说 我不要恨了 就不恨了 这么简单 我们没有办法的 我们没有办法的 我们控制不了自己 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不犯罪 没有人能够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我们好像逃不了 也好不了 就像那个38年的病人一样 他不是不想离开 毕斯大侄子 谁要留在毕斯大侄子旁边 是没有办法 毕斯大侄子 他唯一的希望 他继续留在毕斯大侄子的旁边 就证明他的病没有得到医治 他被困在毕斯大侄子的旁边 因着病 他只好等待在毕斯大侄子的旁边 他等待什么呢 等待全 等待 痊愈 等待得医治 而罪人 我们等待什么呢 我们等待 罪脱离我们 我们等待 是不是有一天 我们可以不再犯罪 我们不再犯那个 我们不想犯的罪 罪已经想到 写下来 罪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 涉罪 已经写下来 你看我讲的 涉罪 病人 罪人最大的希望是涉罪 我小时候有一次在田里面玩 田里面跟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灌溉渠道 灌溉渠道 有时候我们会在河里面玩 田里面小孩子在乡下的时候 那么就抓虾子 去猛拿 你知道吗 去摸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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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里面的那个 那我们就在 在在 在河里面玩 那在河里面玩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 是刚开始分不清楚 虾子跟蜻蜓的幼虫 蜻蜓的幼虫 叫什么 水菜 对不对 蜻蜓的幼虫叫水菜 你们看过水菜吗 跟虾子长得很像 小的时候长得很像 有些那虾子很小很小的时候 在那边玩 有一天呢 玩的时候就发现手上 有一个 那个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叫水智是不是 就是那个 马 好像马黄 我搞不太清楚 就是黏在身上的那种 黑黑的 然后黄黄的 很恶心的 你知道吗 那其实水里面很多 我们不知道 就这样 我记得那个小时候呢 有一只就是 扒在手上面 你知道吗 扒在手上面 我就一直甩 就把他甩掉 你猜怎么样 甩不掉 甩不掉 可是又很恶心了 已经一只手碰到了 应该一只手弄 多恶心啊 对不对 就一直甩 一直甩 别人也不来帮忙 对不对 最后怎么弄掉的呢 就是在拿一个 拿一个数字 或怎么样 把它刮掉 把它刮掉 罪就是这样 罪拔在你身上的时候 如果不是有外力 他是拿不掉的 一个罪人最大的需要 就是他希望被赦免 为什么我们说 一个罪人最大的需要 是被赦免呢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从罪中 把我们自己救出来 我们有没有办法 把我们的罪 从我们的身上拿掉 我们怎么做 可以让我们罪得到赦免呢 如果我们能够想办法 我想我们人类想到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功赎罪 对不对 因为罪已经做了嘛 怎么办呢 就将功赎罪啊 问题是 问题是 如果功不够大 罪怎么赎 第一 第二 做多少功可以赎多少罪 第三 不同的 可不可以换 我做这个功 可不可以换那个罪 我杀人 那我怎么样才可以赎罪呢 是 让一个人活过来嘛 对不对 至少 在等 等假 对不对 你杀一个人 你让他活过来 你说这样子就将功赎罪 所以你杀一个人 贡献很多钱 这样子可以将功赎罪吗 那功是不是 等于那个功 那怎么样算呢 所以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 赎罪呢 你怎么样才能够赎罪呢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 假设 我都是假设问题 所以你不要当真 假设你们家里有一个人被杀死了 人家怎么样陪你 你就甘愿 你还不够深刻的体会 如果是你的配偶 或者是你的儿女被人家杀死了 怎么样你可以 就说好 将功抵罪 听到没有 标准拿在这边 杀回来一个 你听得懂吗 他杀我一个 我杀回来一个 我就甘愿了 至少要这样啊 可是你这样做的结果 就是他的罪 加上你的罪 就变成两个罪了 对不对 所以什么功可以让我们 赎罪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整本圣经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上帝愿意赦免我们的罪 这是我们福音机要讲的 整本圣经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如果你什么时候不知道 就算了 有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知道的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过教会 就算了 如果你经到教会 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的事情是 上帝愿意赦免我们的罪 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得罪很多很多人 对不对 可是在没有得罪这些人之前 你先得罪神 因为神是看到我们内心的 神知道我们的 他是自尊自战自美的神 你可能打了别人 别人才受伤 对不对 你恨了别人 你自己受伤 对不对 可是你恨了别人的时候呢 你先得罪神了 所以 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 其实神最想要的 是我们根本没有得罪他 如果说不行 已经得罪了怎么办呢 神最想要的 就是赦免我们 我再讲一遍 神所期望于我们的 他最希望我们这些人的 就是没有得罪神 如果您得罪怎么办呢 神希望我们被赦免 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功 让我们得罪神的状态 恢复到圆满 我们不再得罪神 没有办法的 所以从圣经上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上帝对罪人最好的设计 方式跟做法 就是赦免 这是赦免 赦免 这是一个罪人最大的需要 第三 你看第三 这段圣经第三件事情 请我们读第一节 还有六到九节 我们读一节 六到九节 我们读第一节 预备 请 这是以后 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六节 请 耶稣看见 你要痊愈吗 病人回答说 先生水冻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去的时候 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 起来 拿你的路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 拿着路子来 走了 这段圣经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耶稣对世人身心灵的痊愈 有最强的意愿 请你写下来 最强的意愿 最强的意愿 因为从这段圣经 我们明显的提到 耶稣是主动来到 毕斯大师的旁边 圣经上记得 在一个节期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就走到靠近阳门的 毕斯大池子 他不仅主动来到 这个有需要的人面前 他也主动问他 他主动问他 想不想要痊愈 并不是那个病人 恳求他说 说哎呀你这个路人 看起来蛮好的 你在那边等我一下 把我放到水里面去吧 不是不是 不是那个病人的恳求 不是说先生 请你帮忙一下 我在猜水可能要动了 请你帮我预备一下 等一下水动 就把我放下去 说不定我有机会 也不是这样 那个病人可能已经 不到任何希望了 他以前一定有求过别人 他一定有求过别人 过去这么长的日子当中 他也可能求过无数的人 那如果你有罪 你一定想尽办法要除掉 对不对 有没有人说 太好了 我恨别人 恨得好 再恨久一点点 没有人这个样子的 你即使是恨人 你都会想说 我不要再恨了 我什么办法可以不要恨呢 我什么方法可以不要嫉妒呢 我什么方法可以不要贪那个东西呢 你知道贪也是个很可怕的东西 对不对 好像咬我们一样 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呢 我想要 我想要 然后告诉你 我不要想要嘛 还是想要 人没有办法的 你可能已经想尽办法了 可能曾经有人帮过他 也有人不想帮他 可是无效 到现在为止 他仍然躺在这边 就证明 他的病没有得到痊愈 到现在 我们仍然想除掉罪 就证明 罪没有从我们身上除掉 到现在 我们还不满足 于我们目前的状况 这是我们 没有得到那个最大的恩典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下过水 不知道 他人可能下过水 也没有好 他人可能下去的时候 也是第三名 所以没有好 他人可能下去是第一名 可是也没有好 因为那是个传说而已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可是他没有得到痊愈 所以他到现在 几乎 几乎放弃了 可是他想不到 耶稣会主动来到他的身边 主动的问他 我们就发现 耶稣有很强烈的意愿 耶稣见到他的面 就问他说 您要痊愈吗 事实上 耶稣也没有得到 他正面的回应 这个病人指出 我困在这边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水动的时候 热热包放在水里面 等我好不容易下到水里面 已经有人比我心下到池子里面去了 请问 你困在罪的捆绑当中 我们来读第14节 我们下读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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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店里遇见他 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犯罪 超越的更加厉害 可能这个人未必知道自己的病从罪来的 他可能不一定知道 可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 因为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 他没有说我没有犯罪啊 病是病罪是罪 你要搞清楚啊 他没有这样讲 他知道的 他不一定知道他的病是从罪来的 可是他知道他有罪 就像我们 我们虽然不认为自己最大恶极 可是我相信我们当中 没有一个人会说我没有罪 在自争自善自美的神面前 甚至退一步说 在有老天爷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良心都不允许我们说我们没有罪 所以当这个人困在第14节 池子旁边 耶稣主动来问他的时候 耶稣主动来医治他的时候 他一定非常惊讶 他一定非常惊讶 因为他已经不抱希望了 为什么一个不认识的人来帮助我呢 他也一定非常感动 不非千非顾 你为什么要来帮助我呢 你为什么会来关心我呢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不仅关心那个38年 躺在必死大池子旁边的那个病人 耶稣对我们也有强烈的意愿 希望我们得到痊愈 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 主动从天上来到地上 不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求他的 不是任何一个人求他 我们当中没有人求过他 甚至说 他为我们的罪丁在十字架上面 并不是哪一个人求他 说你听我们死吧 没有人跟他这样讲过 是他主动的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做可以让耶稣愿意来拯救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工耶稣来替我们赎这个罪 我们也不知道 你就发现耶稣有最主动的意愿 耶稣就在2000年前为我们主动来到我们当中 不仅如此 他也主动问我们你要痊愈吗 是他主动的 我相信我们在座有许多人经历过这个恩典 我刚才看周报的时候知道 我们有长期为家人祷告的聚会 长期为家人祷告的聚会 被祷告的家人并不知道 可是后来他就发现说 他得救了 怎么来的 是有人为他求 是 更主要是耶稣主动要来拯救他 他主动的问我们你要痊愈吗 如果我们当中今天有一些人 你有软弱 你有败坏 你有罪 你想把他脱掉 不管你是基督徒 你还不是基督徒 神都愿意 因为他有极强的意愿要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当中有些慕道的朋友 你听到这个福音的聚会 是上帝借着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邀请你到教会来 听见这个好消息 那就是耶稣主动要做这件事情 主动要拯救我们 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就我父母在南部 因为有点状况 就把我们孩子送到台北来 坐到我舅舅家 我舅舅舅妈对我们很好 可是他自己有五个孩子 他有他自己的事业 那么我们三个孩子坐到他们家去 不就八个孩子吗 对不对 那能有时间管到我们的 没有时间管到我们的 后来就有一个老师 是我妹妹的小学老师 那他五年级 我六年级 那个小学老师呢 就看我们 大概就是平常 也没什么地方去玩 也没有人照顾 这个外婆 舅舅舅妈是很想照顾我们 他们也尽可能照顾我们 可是八个孩子 他们还要做事 这几年前 三四十年前 不要告诉你们我的年龄 我讲了你们就知道我的年龄 三四十年前 那怎么办呢 后来他的老师就说 那就带你们去教会好了 结果我们就知道教会去 我们也不知道教会是什么地方 反正去就去嘛 我们就让别人陪我们玩 陪我们聊天 我们参加聚会 但是事后我知道一件事情 事后是很多年以后 我知道事情 感谢上帝 是主耶稣基督主动来找我们 是主耶稣基督主动来找我们的 耶稣基督不在乎我们是一个罪人 他只在乎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得到痊愈 耶稣基督不在乎我们是一个罪人 他只在乎我们的心灵是不是得到医治 其实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没有回应以前 他就做了他要做的事情 他已经为我们罪 附上的暑假 耶稣对世人的身心灵的痊愈 不仅有最强的意愿 最后的空格 而且他有最大的能力 请你写下来 他有最大的能力 第八节第九节 我们读完就结束了 八节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八节九节 预备请 耶稣对他说 那人立刻痊愈 就拿起路子起来走了 这段声音就让我们看见 耶稣指他痊愈 只有一句话 说起来 拿你的路子走吧 耶稣的能力表现在他的语言上面 当时的状况是那个人躺了三十八年的 这个人几乎没有希望了 可是耶稣当场医治他 让他的身心灵都得到痊愈 耶稣只有一句话 叫做起来 拿你的路子走吧 就让他的病得到痊愈 他的罪同时也得到赦免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 耶稣用他的话语 就可以让我们得到身心灵的健康 耶稣曾经自己说 他赦免谁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从来没有看过这样讲话的 他说他赦免谁 谁的罪就赦免了 可是耶稣的赦免需要我们做一点回应 什么回应啊 但是你要 但是你愿意 就是我们愿意来接受这个恩典 这个人也是这样吗 我们愿意承认罪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没有招架的余地 我们对于罪的存在我们身上 我们无能为力 当我们看这个病人的时候 我们发觉非常的稀奇 因为耶稣对他说 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正经上怎么说呢 说那人立刻痊愈 就拿起褥子起来走了 我们看见这个人有强烈的意愿 当耶稣说起来 拿你的褥子走吧 他便没有怀疑说 你有这个能力吗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力量进到他的里面去 以至于他有力量站起来 我们不知道 可能有 可能没有 或许他躺了几十年之后 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力量 如果你曾经躺过 如果你曾经瘫痪过 你不知道什么力量在你手上 因为根本没有力量 放了有力量进去 你可能会知道 那有可能你不知道的 我除了步道以外 我常常有机会跟人做个人的谈道 就希望他信耶稣 那很多人就说 那我要信耶稣很好 我说我来祷告 他祷告什么呢 我祷告请耶稣进到你的里面来 他说好啊 我需要耶稣 我说我们祷告 很多时候祷告起来之后呢 他起来就说 真的 真的 我觉得耶稣在进到我里面了 我接纳耶稣 耶稣也接纳我 我说你又感觉怎么样 他说我感觉耶稣在我的心里面 力量进去了 可是我告诉你 更多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 更多时候祷告完了 我祷告完了以后 我说阿门 他说阿门 然后很怀疑地看我说 怎么了 我说我们祷告完了 他说我们也感觉啊 我说耶稣已经进到你里面了 他说可是我没有感觉啊 95%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感觉的 可是事后证明 耶稣的话没有落空 只要 让耶稣进到 你的里面 他的生命 就成为我们的生命 在这一边 这一个人 他有很强烈的意愿 他要起来走 他要起来走 他用行动来证明 他愿意接受这个恩典 很多时候我们就说 你这样祷告就是这样子了吗 我告诉你啊 这个人就是这样啊 耶稣只说起来 拿你的路子走吧 耶稣还没像我刚才花了四五十分钟 跟你讲道 对不对 当然了 他的能力跟我的能力不太一样 而我也没有能力 是靠他的能力 我只不告诉你说 我讲了个半天 最重要的是 耶稣要医治你跟我没有关系的 那我讲了个半天 是你需要接待耶稣 也跟我没有关系的 我也不能替你举手 我也不能替你接受 那你必须自己做这个事情的 这个人 耶稣跟他说 起来拿你的路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 就拿起路子来走了 这个人并没有说 就没有说 就这样子而已吗 我可以站起来吗 我已经38年没有站了 我会站吗 他没有认这个问题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你相信耶稣基督 当耶稣愿意进到你的里面 你说我愿意的时候 让他到你的里面 成为你生命的主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愿意让耶稣的能力 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吗 或许有些人可以感到 那个力量进来 或许你没有感觉 但是耶稣的话就是能力 耶稣这么有权威 有能力的话语之后 这个人就拿着路子 直接带起来 圣经上说 耶稣的话 神的话安定在天 永不改变 你是不是在今天早上 你愿意让耶稣 成为你的拯救 成为你的救赎 成为你的帮助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来向你献上仰望 当我们看到这个38年的病患的时候 主要我们实在知道 他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 他不是没有想办法 他已经用尽了办法 最后才走到 必死大师子的旁边 没有想到 连必死大师子 都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 他一困就这么多年 必死大师子 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改变 只让他从一次的 希望 失望 希望 失望的来回之后 变成了绝望 主耶稣我们也没有想到 你会对这个人有意愿 我们更没有想到 你的能力愿意 临到这样一个人 特别他的病 从罪来的 你竟然愿意赦免他 主要想起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我是一个败坏的人 主要不仅过去 我接受你 而且在我相信你之后 我还常常软弱 常常跌倒 常常犯罪 可是每一次到你的面前来 就经历到你的丰富 经历到你的拯救 经历到你的赦免 所以今天早上这个福音的聚会 把你的恩典 临到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来参加聚会的人 就你让我们经历到 38年瘫痪的这个人 那样子的经历 就是我们可以再一次 站起来 往前走 亲爱的主 我们向你心上感谢 我们实在需要你 我们实在在生命当中 看见你拯救我们 看见在我们最无力的时候 你是我们的拯救 看到我们在最无望的时候 你是我们的帮助 主啊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你给我们力量 我们向你心上感谢 我们为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 向你心上感谢 我们要再一次在你的面前 仰望你 等候你 你拯救我们 我们也为在我们当中的 目道的朋友 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你 打开他们的心门 他们愿意让你成为 他们的救主 亲爱的主 你在毕师大辞职旁边 所做的事情 把恩典临到他 主啊毕师大辞职 不能救我们 但是你却能救我们 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声音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